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战争并不顺利 由于受到台湾的强力反抗 加上文明世界的强力制裁 军中的力量被分化 最终结果就是勇士后门入地宫 习在政变中被取代 而取代习的人 按照藏头师应该是圣人 而摧背途中却还要经历第42项和第43项的内容 习下台就完了吗 中国就好了吗 中共会有什么变化 中国会再创辉煌吗 我们今天就回到推背图 推演习未来的剧本 探讨一下习下台之后 中国将出现何种情况 要研究习下台之后中国的走向 最重要的还是推背图的定位问题 我们之前解读了最少三种方案 其下台 以及后来中共的走向 第一种是第41项是总体项的解读 而如果按照这种方法解读的话 黑兔走进青龙穴是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 黑兔年2023年 青龙年是2024年 所以后年就是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又发生一个大事 什么大事 只有一句话 黑兔走进青龙穴 欲进不进不可说 欲进不进是要玩不玩的意思 不可说是佛家用语 形容数量众多 情况非常复杂 这种说法在推背图中是很少见的 可见这种情况是非常复杂的 在这种解读的时间线上 第42项 中国的改革开放 让西方的思维进入中国 而闹乱了中国的君臣观念 所以是闹乱君臣百万班 这里君臣的观念 可以理解成中国的君臣政治观念 我们之前曾经解读过 这种解读当中 西方的观念开始渗透到中国 最终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 这种影响就和中国影响外国是一样的 在中国通过大外宣不停地讲好中国故事 通过大内宣让中国人都变成小粉红的同时 美国以及西方社会也在不停地和平演变中国 他们通过电影电视 通过商品 通过教育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 让很多老百姓懂得了民主社会的好处 越是层级高的人 就越明白西方社会的好处 他们开始把孩子送到国外 一波一波的移民潮开始了 中国人开始接触到世界 很多人移民美国 以及其他发达国家 又把西方的理念带了回来 带给中国人 虽然在中国发现了和平演变之路之后 开始进行更加严厉的大内宣 到习近平 对于公知和民主人士进行无情的打压 并消灭了中国民主的希望 香港 但这并不是民主在中国的终结 因为压力越大 带来的反弹就越大 而且 这种渗透在民间还不算什么 在官方在高层次渗透的更加严重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中升迁获利的官员们 他们深刻的了解 开放意味着什么 闭关锁活又意味着什么 所以从第四十二项这种闹乱君臣的情况就开始了 中国就种下了矛盾的种子 而这个爆发的点就是2023年末到2024年初 这点上的具体情况不好说 这个时候分析习的去向也是相同的答案 不好说 很复杂 不能说 但是最终中国的政治制度会改变 君非君 臣非臣的变革最后安定下来 而政权上是子孙结 按照这个思路来说 这里不用探讨习是否下台 按照这种解读之下 中共政权将从明年之后开始逐渐消亡 相信习将成为中共的最后一代君王 我们接着解读 第二种解读方式 我们这边说的第二种 说的是第四十一项 不是总体项的说法 如果第四十一项不是总体项的话 第四十一项就是中共垮台的一项 中共的结果也就说了出来 就是称王指河在秦州 最后中共成为一个地方政权 不再主导大陆 而这种情况之下 第四十二项的美人吸来 我们解读成的情况就是 中共失败之后由西方共管 西方美人来中国 就是为了管理中国 那么为什么好端端的西方美人会来呢 那一定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我这边理解成 能够让西方美人进入中国的情况 肯定是因为战争 台海战争 也是习下台 乃至中共倒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上期节目我们就说过 中共武统台湾之日 就是中共灭亡之时 很多人说中共是核大国 美国和日本不会直接出兵的 不会直接出兵不等于不会援助台湾 而战争开始之后 西方的援助就会源源不断的运送到台湾 而且出于战略目的 战争发展到一定程度 中国的东南沿海也会受到波及 战争很快就会成为一场 旷日持久的消耗战 战况会和俄乌战争一样 中国的物资越打越少 而台湾的会越打越多 不久中国就将进入寒冬 而东部战区的华变 最终成为中共灭亡的导火索 从此一场大规模的内战就开始了 各地方寻求独立 而西方势力也重新以维和的理由进入中国 一番乱局过后 西方美人执政和当年的美军占领日本一样 西方势力希望中国建立一套完整的宪法 完整的民主制度 这就是第42项的情况 也是应了郑孝序的预言 大清亡于共和 共和亡于共产 共产亡于共管的预言 最终中国要想回到世界文明社会 需要有西方的训政共管 去民主主义以及共产毒害 才有可能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但是这个共管并没有起到十分满意的效果 可能是中国的国运还没到时候 第42项之后 又进入了第43项的乱局 最终进入了第44项圣人潮的情况 这就是第二种情况的剧本 在这里 习的归属是在武统台湾战争之后 带着中共一起走向坟墓 上一期我们也说了 第46项可能存在颠倒顺序的问题 这一项说的是 习发动台海战争之后被政变 其实这个和我们第二种解读并不矛盾 台海战争爆发之后 习在政变中被捕 而剩下的局面还是门里金剑和北方勇士的局面 门里金剑就是东部沿海的滑边势力 而北方勇士可能是东北满洲的独立势力 再加上秦州称王的中共残存力量 中国内陆还是一片军阀割据 等到了第42项 朝中日渐安进入了一个表面上稳定 内里却暗潮汹涌的年代 第二种乃至第46项颠倒的解读 最终的结果就是 习在台海战争之后下台 除了这两种解读 还有就是以中华民国为主的解读 这种解读方法当中 台湾会在第43项的时候反攻大陆 之后建立子孙政权 而这个时候是不是习当政 还真不好说 但是却也有发动台海战争的情况 而战争的结果则是台湾胜而大陆败 最终两岸形成一个新的圣人政权 这种情况也是无法猜测习结局的 目前还是第二种解读方式 加上第46项的颠倒 才能猜测出习在何种情况下台 以及下台后中共的走向 而第一种情况看的是2023年的时间点 后续则过于复杂 以民国为主题的解读 则是未来能够改朝换代 经历了危险 但是最终结果不错 至于习的最终情况 却没有提及 这就是推背图的集中解读之下 未来的中共的情况 习的归属以及中共的归属 总而言之 遵循王朝兴衰的原理 中共也不可能长久执政 它一定会在一个合适的时候 以一种既意外又合理的方式 退出历史舞台 而习的话 大概率事件是和中共一起退出历史舞台 当然会有一些例外情况 我们之后的节目再说 好 本期的白鹿探寻就和大家探讨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